說個故事給你聽 如果沒有看到的 如果居然 剛才阿瑞說 都有一些風傳的感覺 但如果你沒看過的話 話說就是這樣的 有個女生 她就在自己的IG 那裏post了一段她的故事 其實就是想問意見 不是自己的IG來的 不是自己的IG來的 那個IG就是你當 好像網上版的香蕉俱樂部 大家私訊了自己的問題之後 那個就會公開post出來 就有分男生和女生的 那這個網站有權 要保護那個證人 所以她就刪除了 可能也是這樣 然後大家就會在下面 不斷留言 就可以默默地看看 別人對於這件事的反應 再作出自己的選擇 如果這樣的事情 可能 因為本來我覺得 為什麼可信性不太高呢 你這樣說 可能可信性高一點點 但是 剛才我這樣說 可信性不高的時候 阿B就說 現在你沒有人性的 你不要以為 用正常邏輯去推斷 好 整件事是這樣的 有一個女生 以下就是一個女生的事 希望大家不要 給我一點點意見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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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說是這樣的 我代入她那裡 第一身感覺 我今年25歲 SP就是炮友 在我18歲時網上認識 男朋友在我19歲讀大學時認識 男朋友之前一年 其實我已經認識了這個SP 認識了男朋友之後 我都經意修心養性 沒有再flirt男生 和找新的SP 只是會跟這個SP一路都脫不了 一個星期會約一次 除了開房 還會像普通情侶一樣 牽著手逛街看電影吃飯 周圍去旅行 豁護 因為真的很配合 而且我對性的要求也很大 但我又很清楚 我是愛我的男朋友的 至於男朋友 他一直都很疼我 對我又很溫柔 會給零用錢我 又會給我自己去旅行 我們談了很久結婚前 是不會搞事的 旅行 都是會分房睡的 不搞事 不用都會分房睡 這些我不是很難嗎 分床睡都沒事 你不搞事就不搞事 Anyway 繼續 雖然 她平時都會 有時候很想要 但是我身邊的姊妹 和我的SP 都說 如果你給你男朋友 就不要那麼珍惜你了 還有我自己都想 將性和愛分開 不想SP和男朋友有比較 對男朋友又不公平 所以我一直都會拒絕 男朋友的要求 男朋友今年買到樓了 半年之後我們就結婚 我和SP談好了 趁著男朋友回大陸出工作 和SP去最後一次日本旅行 就斷著來往 我和男朋友說自己一個人去 誰知今次糟糕了 我和SP都不想 想SP做爸爸 即是有寶寶 因為我和他都有很穩定的另一半 那我回來馬上和男朋友搞事 然後告訴他我有了 他亦沒有懷疑這件事 以及很開心 問題來了 我的SP是一個很堅持的人 我怕他將會認回我的寶寶 還有我很有罪疚感 好像要欺騙男朋友一輩子 還有經常都會怕男朋友會發現 到底我應不應該下了個BB呢 還是應該繼續這樣下去呢 希望大家不要罵我 因為真的知道錯了 現在還很徬徨 就是這樣 語氣是我自己加下去的 我都不是加很多 大概整件事就是這樣 剛才阿Vee看了 原來我有見過一個類似這件事 總之是Facebook有人發出 而有人讀過給我聽 標題大約是甚麼SP 甚麼BB 然後甚麼爸爸 當時我聽到我沒有理會這件事 這是甚麼時候 我應該是今早聽到的 這樣不出奇了 因為真是風傳 所以應該是這件事 但剛才有另一個post 阿Vee說了 就是現在那些人 轉載了這件事 想通知那個男朋友 他說如果你是會付 你是會付錢 這樣很容易中 都不是 首先 如果這樣說 先跟你這個方向 跟你這個方向 我們先要數一數 究竟有多少人 是會 因為我剛才有些不信的位置就是 給零用錢的女朋友 首先給零用錢的女朋友 我想不會很少 但也不會很多 你們拍拖的時候 有沒有男朋友給零用錢 現在25歲的女生 那男朋友幾歲 他沒有說到 但是他說他認識大學 他認識大學 我想大學認識不會差很遠 零用錢 他說大學的時候認識 但是他沒有說是大學同學 那倒是 零用錢這個 term 是有點偶爾的 怪怪的 你有沒有試過 我看他的樣子有 有 我看他的樣子有 但不是定期 可能是否久 定時收到你 昨晚的波生性 不是每個月 跟家用性真的不同 應該這麼說 那些不應該叫零用錢 只不過是 喂 有沒有錢在身 喂 待著 即是這麼巧 可能沒有錢在身 就待著 或者譬如 那女生一天到一刻 都會把錢放在家 譬如去旅行 那你不一定是 24小時一起做 去旅行 譬如你唱完愛幣 撿給他又很靜 譬如你又給夠錢 這樣 我也覺得正常 而不可以稱之為 正常的零用錢 零用錢的感覺很包養 會給零用錢 多不多 你兒子有沒有給零用錢 我肯定沒有 但是30年沒有 如果女兒是25歲 如果給錢 那個男人說明 或者他們明白 這個叫零用錢 我想那個男人 起碼 40多 不會吧 40多也不會吧 你跟25歲很近的年紀 你怎會給零用錢 肯定他男朋友不會很大 我覺得 感覺上一定不會大得到哪裡 我想盡大他幾年而已 因為如果很大 未必會接受 可能 自己去旅行 會覺得很奇怪 我也覺得可以 我也覺得自己去旅行是可以的 或者不搞事呢 不搞事 可能他很愛他 很愛他 也很尊重他 反而是蠻多的 不搞事 因為幾年 不是幾個月 不是啊 因為在我的範疇裡面 我很多個案子都是不搞事 基於尊重 基於宗教理由 就是不搞事 所以這件事我相信 因為真的很多 難怪知道要看你 那真的有病 因為我認識的那些女生 不是 我認識的那些女生 你不搞我 你不尊重我 他就說 我為了尊重他們 我才搞他們 通常 以前就是這樣 不要說 我先說你 現在大家都覺得 可以不搞的 那就可以了 誰知道 那個男人後面 有沒有另一個SP 跟他搞的 有共識 當然是沒問題 但現在他說 他的男朋友 會不時有要求 但是他不停拒絕 男生都很可憐 每一次 我想要 不行 不行 沒有啊 結婚之後 先說 那他不懷疑 他不懷疑 為何突然間 很想要 喂好啊 來了 是這樣的嗎 因為最後那次就是這樣 最後那次 不是 通常沒有懷疑 為何會不懷疑 你一向都堅持 因為要結婚 先 我給一句 就是這些 講民間智慧 民間智慧有一句說話 充滿充滿著哲理 是哪一句 就是壞你 No 就是 硬沒朋友 當你是硬沒朋友的時候 就想不到 你又說知道 是嗎 來了 那來吧 但你事後會想 未必的 當你硬完的時候 就會想 你已經開心了 開心完 開心完之後 甚至可能會開心地問 為何這麼多次 我想要你都不給 為何你這次突然給 可能他說 我們都決定了結婚 又定了時間 差不多了 早兩天 我們都確定了結婚 但早兩天你都還未肯 這個位置我明白 其實你也可以 你們一定知道 你們女士們 尤其是一直我不給你 突然間我要找個理由肯給你的話 隨便說 隨便說 對方都OK 而且很容易 很容易 因為她說她去完旅行 回來就知道 其實我也很想念你 我覺得自己很壞 那些知而知而言 我都決定了結婚 好像那天 你來吧 可能是這樣 一萬個原因 你女士要想到的話 我現在立刻要逼她想一個 你倒進她 你想一個 我忽然間發覺 我真的很愛你 是啊 很瘦的了 已經 很瘦了 然後再稱讚她兩句 男人馬上白癡 就說 好啊 真的 是不是 這些男人死硬的 何其聰明 大的上司公司CEO 去到那個時刻都沒有了 白癡一樣 180IQ 都是低能一樣 好啊 一定的 OK 另外就是 給她自己去旅行 給她自己去旅行 那男人應該是很忙 不可以陪陪她 分分鐘那個男人 根本不是跟她差不多年齡 是應該她特意去踢了一個 說我經常性會有自己去旅行的動作 幫自己鋪了一條路 讓自己可以跟SP去旅行 沒錯 所以男朋友才會導致給她錢去旅行 但我覺得給錢去旅行 似乎這件事是容易過給一個 平常的零用錢 就是那個動作上 好像 不是那麼 這件事來得合理 對 好像合理 好了 跟著說 不會搞事 還有如果跟男朋友去旅行 是會分房間睡 這一下令我最不理解 我覺得 یて一对情侣 那罐不搞事 不搞事背後都是同一個 cafe 是的 我也可以在身邊抱牽gener 沒錯,而唯一一個合理的不用不同的房間,分房間睡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其中一個要不就要把廁所放很久,要不就要把廁所臭得很嚴重 不是啊,你還有什麼?避寒都可以是 廁所臭就是可以很臭,那怎麼辦呢? 那你幾分都可以不一起住 有些廁所臭的smoke detector會響 我沒見過 你試過嗎? 沒有啊 因為通常smoke detector一定是我暴露的 不是,在爆石的時候暴露才會暴露 就是不關事臭事的 不關事臭事的 所以我覺得奇怪的是 因為一對情侶分房間睡是一件很奇怪的動作 就是怎樣?我送你回房間,寶寶,早安 然後自己走到自己的房間? 就是啊 如果那個男人肯都是為了方便自己J 就沒有什麼原因了 如果不是,也會叫女生 很難的 通常這些是隔離的 又是這個 男人要的話 一定可以做到 沒有說做不到的 但是展展英英 你也不會在狀態 我知道一對夫婦一起出旅程 然後有藉口 就推了老婆回房間睡 然後自己已經進去了 跟tour的其中一個女生的房間 即是他本身已經是飯盒放在同一個團裡嗎? 對 不是,是同一個團才變飯盒 即是混了團友 就不是故意放一些針 那有點不同 因為如果是放了飯盒在那個團裡 這樣就好玩 如果是殺了太PK 如果是這樣 何其低的BAR都接受不了 如果是太PK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但是如果就這樣聽整個個案 你們覺得可信性是否真的OK 高不高 我只會說 這個世界什麼都會發生 你完全沒有回答過這個問題 我接受這件事的機率被人告 正常 因為真的千奇奇怪怪的事情 都會有機會發生 我覺得正常 這件事 我不覺得太誇張 我當然是覺得他很壞 但是 我覺得很好笑 我覺得很好笑 二十多歲是遵守這些事情 先遵守一下 如果根據這個案子 其實我想現在真的有些男人 自己在量度人自危 其實你要中那麼多的項目 是不容易的 剛剛有 只是那一下 這幾年都不肯跟你搞事 首先就是 最近就有搞到 我在未婚妻十九歲的時候認識了他 然後一直他都不跟我搞事 十九歲 半年後我們會結婚 半年後會結婚 突然間他早前跟我立刻搞事 然後現在還說有中國BB 這裡有個項目 特徵就是 你女兒是二十五歲 你十九歲 大學的時候認識他 你要給零用錢去 旅行分分分分 談好了結婚前不搞事 今年買到樓 半年後就結婚 這樣 這個巴打就是 這個項目出來 如果你中的可能就是你了 你考慮一下 我想全香港也有一百幾十個會有這個個案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成績訂購支持